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臭小子 今天你是插翅难逃了 说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出来 我必饶你不死 我们是分头走的 我怎么知道太子哪儿 你敢骗我 给我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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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将军 杨将军 高伯父 魏国公情况如何 魏国公与他的家眷仍被灌在天牢 这宇文护是要把魏国公楚国公两家赶尽杀绝呀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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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伯父 找到你们大哥了吗 来 来 我知道大哥去哪儿了 大哥经常带我到山上打猎 每次打猎后 都会到一个溶洞休息 大哥说不定 就躲在那个溶洞里 马上召集人手 立刻出发 去溶洞 是 去那边找 找仔细一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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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伤ают 什么 的 来 说 独孤驾罗到底在哪儿 我不知道 给我打 留活口 一定要问出独孤驾罗的下落 你们抓不到他的 他若是想救他的家人 怎么可能轻易让你们抓到 好 废礼无言 废礼无事 打重点 废礼无言 废礼无动 废礼无事 你就是那个臭小子 今天王妃宰了你不可 这是 你们要找的是我 放了他 你来这里干吗 走啊 我跟你们走 尚未成亲 却这般情深义重啊 不关他的事 放了他 这该如何是好啊 你既不想他死 那我就偏不听你的 你要让我放了他 我偏要杀了他 你敢动他 隋国公不会放过你的 我跟你走 你放了他 我杀了他 也不妨碍你跟我走 不要 你放了他 我杀了他 也不妨碍你跟我走 是 本公子抓拿要犯 打我者 杀 是 是 你 他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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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敢动我 我要是出了事 我父亲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没错 你要是出了事 你父亲不会放过我们 但是我儿子要是出了事 他的父亲也绝不会放过 伤害他的人 袁文公子 看你是晚辈 今日我不跟你计较 若再有下次 我绝不侵扰 滚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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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伤怎么样 没事 只是批外伤 立刻回府 搜索医治 家罗 走吧 我不跟你们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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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诸位帮了家罗 家罗紧急在心 他还是必定相跑 家罗 你得跟我们回杨家 这样我才有办法保护你 家罗 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们杨家 可是现在 凭你一己之力 你如何对付那宇文户啊 现在救人要紧 你只有先与我们一起回杨家 才能够共上对策 杨忠 竟然出售救了渡孤家罗 父亲 我现在就带人 去隋国公府 把渡孤家罗给抓了 正好 我们可以以窝藏要犯之罪 将隋国公府上下全给抓了 那杨忠竟敢跟父亲作对 此人不可留 不必了 杨忠是独孤信的老部下 如今又有姻亲关系 他就忍不足为关 现在有第一个出手的人 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咱们静观其变 以待后算 至于独孤家罗 只要独孤信的罪名一定 杨忠想保他也保不了 父亲 杨忠那般嚣张 竟敢以剑射我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你呀 你呀 心浮气躁 杨忠此人还得留着 公子 大肿仔的意思是 杨忠手握两只精兵 动他不免大动干戈 不动嘛 以后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杀不是解决敌人的唯一办法 有的时候敌人有用 就要想办法让他成为自己人 多数朝臣的态度 已经都显现出来了 下一个 就看天王的了 天王 天王他敢不听父亲您的吗 表面听话和心里服从 那是两回事 独孤信是天王的仗人 天王对此事的真实看法 将影响着 大宗宰以后如何对待他 参见天王 参见天王 免礼 母后 贤儿 贤儿 王后 天王 王后 臣妾给天王请安 王后不必多礼 还是好好休息吧 天王 臣妾的父亲和家人 都放了吗 朕也想放他们 朕也知道岳章是无辜的 但是宇文护 既有人证还有物证 朕实在是 天王 王后 你怎么可以相信 那样的人证和物证呢 王后 你说的这些朕都明白了 但你也是明白的 自朕登基以来 朝政大小事务 皆由宇文护做主 朕虽然是天王 手中并无实权 你让朕怎么办哪 天王 宇文护的势力越来越大了 他不会干预臣下的 请天王 及早做打扫 拿出你君王的权威 还忠臣一个清白 天王 你若连支持你的忠臣 都保护不了 那以后谁会支持你啊 你现在需要的是人心 我知道这很难 但此次是个机会 我希望替我下个决心 大郎 父亲 是否有想到办法救赌顾家 你怎么办 据说 现在宇文护 手持人证物证 虽说 可能假造 但 楚国公一死 再无对证 如今的处境 不容乐观 大郎 父亲 请您让我尽快迎娶家罗 这样我们杨家 就有理由保护他了 大郎 来 先起来 大郎 你旧人心切 你的心情 为父当然理解 但眼下 东姑家的人 全都被关在狱中 若你此时迎娶家罗 恐怕不合情理吧 杨叔父说得对 对 眼下除了家人 我不会再想别的事 杨叔父 我父亲与楚国公 是被楚国公的谋事 萧左陷害 萧左被宇文护收买 伪造了一封 楚国公寻刺客 谋杀宇文护的信函 并将我父亲诬蔑为 谋反同党 只要证明萧左作假 就可还我父亲信呗 好 我知道了 家罗 你就安心待在我养府 等我消息 大郎 你安心养伤 好 家罗 你还有伤在身 好好养伤 拜见大仲宰 小人给您带路 参见大仲宰 天王这 王后 再喝点 好 王后 再喝点 贤儿 照顾一下午后 是 父王 我去去就会 大仲宰 臣参见天王 朕说了 没有朝臣在 就不必行君臣之礼了 宇文湖岂敢啊 就怕有人智慧 说我对天王不敬 这是杀头之罪 臣担待不起 无人敢说这话 更何来杀头之罪 堂兄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一家人哪 一家人 天王心目中的一家人 未必姓宇文吧 请问天王赵建臣 到底是有何事商量 魏国公不会烦的 这下下令放了他 放了他 是的 朕想停止对魏国公的审查 及时释放 其家人也一并放了 臣素知天王宠爱王后 想不到请宋楼后宫干政 致国法于不顾 君之过便是臣之过 请天王杀了臣吧 堂兄 你这是做什么 快快请起 堂兄 魏国公和楚国公 一向重心于朕 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 就当是给朕情面 此案大事化小罢 你 保护太子 王后 你竟然敢弑君造反 王后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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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既为兄长 又担任国之宰府 一心为国 但是天王 却被他人迷惑 猜忌兄弟不察臣心 臣只能以死明治 让天下人看一看 这外妻祸国后宫干政 你不是要以死明治吗 怎么还不动手 王后 别说了 王后已经迫不及待地 让臣死了 天王你难道还不明白 堂兄 若敢问王后 是否早已知道 你父亲有罪 才求天王寻私啊 你血口喷人 堂兄 你把剑放下再说 你把剑放下再说吗 天王 此案 就交邱关府审问 若是天王 任由外妻祸国后宫干政 臣就是到了皇权 也无言面对太祖 臣告退 起废子 咱们Oh night 肯定ced 跟主啊 现在见面对胃 真是有关理 它最后 呀 漳 不是 快宣 宣 陆国公 宁远将军进戒 参见天王 免礼 你二位怎么提前回来了 回禀天王 与齐国一战大截 臣弟与高将军 听闻为国公之事 故提前回京 褐国公率部 正在回京的途中 好 恕臣弟直言 关于魏国公一事 天王您准备如何处置 这件事 待邱官府审理之后 再做定夺吧 天王 臣弟相信魏国公是清白的 事情真相未明 楚国公便已身亡 魏国公又沉原欲重 如今是立国之初 便发生这样陷害众臣的血案 若不彻查清楚 定会使朝堂不安 人心不稳哪 试问将来 天王该如何治理国家 维稳朝政 宇文后逼朕 王后逼朕 现在连朕最亲的弟弟也逼朕 你们究竟要朕怎么样 朕身为天王 手中并无实权 你们要朕如何救人 天王 干脆你宇文雍交救朕 如何做这个有名巫师的天王吧 天王息怒 鲁国公只是一时情急 你怎么脾气比我还气呢 有话好好说 算了 魏国公的事 朕一直在想办法 先退下吧 是 天王 走吧 天王的处境 你又不是不知 当务之急 是先把独孤家的情况 打谈清楚 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这样 你有二人分头行动 如果有任何消息 随时连老商业 目前也正好如此了 也不知道家罗 他如今怎么样了 阿姨真快 长得越来越像你父亲了 夫妍 你这都抱了一天了 把孩子交给我吧 来 小心 来 伦 阿姨 我 你真好 救命吗 我 你带我 我 不顾佳罗 可是他家里出了如此变故 也真是令人扼问 对了 夫人 是不是郎主快回来了 您这才一早 就让厨房预备下了参汤呢 阿勇打仗归来必定疲累 提早准备着总是没错 或许真如你所说呢 只是他为了谁而归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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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主回来了 阿勇 您和我这样行吗 夫人 您不用打扮 就已经很美了 就你会说话 对了 你快去厨房 把参汤热一热 是 阿勇 你知道吗 昨晚我就梦到你回来了 所以一早起来 我便准备了参汤 没有想到 你今日便真的回来了 所谓夫妻同心 就是如此吧 对了 一定累坏了吧 一会儿参汤就送过来 不必了 对了 走 对了 上次天王赏赐的西域俊贡的 果本果油霜 我一直没舍得用 要不我用它给您按摩放松一下 我还有钥医要处理 你去陪晕儿吧 禀郎主 高将军派人来报 快说 高将军说 已有毒孤家罗的下落 请郎主前去商议 好 我这就去 来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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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这参汤可得趁热喝啊 往往还真心可怜 那毒孤家罗 都过去这么久了 阿勇对他还是念念不忘 也不知道那狐狸 已经到底是了什么魅蜀 抓起来才好 抓起来就清静了 来 阿勇 杨兄 高将军有时远迎啊 小儿刚征战返京 我便带他一起过来了 你是应该到我府上来 多走动走动 高炯与我家大郎年龄相仿 可是 你看 人家行军打仗的经验 却丰富许多呀 我就希望我们家大郎 能够多结识这样的朋友 跟人家好好学习呀 杨叔父台 来 时不赶到 杨兄 魏国公与楚国公一事 令朝中人心惶惶 弹枝色变 我联络了几位朝臣帮忙 但都被婉拒了 大家对宇文户 都心怀畏惧 只能明哲保身哪 以后这朝堂 便是宇文户的天下了 我会设法说服 更多的将军站出来 支持魏国公 这个案子必须公开审理 才有可能翻案 对了 魏国公和蜀国公 是否还朝了 魏国公与我先行返回 蜀国公在返朝的途中 杨叔父 恕小侄冒昧 我听家父说 家罗正在贵府 小侄找他有点事 可否 他这会儿应该在客房里 你去吧 谢谢杨叔父 这小子 与家罗从小一起长大 青铜兄妹 他也听说魏国公家出事 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我来帮你上药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你平日里不拘小节 怎么现在又如此介意了 男女瘦瘦不亲嘛 不合适 一个大男人 没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以前我父亲和我兄长 去行军打仗 也常受伤 都是我帮他们换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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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好养伤吧 我先出去了 高大哥 家罗 你在隋国公府怎么样 你放心 我很好 要不是隋国公相救 我早已被宇文慧抓走了 不过我的家人 家罗 此地说话不方便 不如晚上我们约在老地方 等见了面以后再相谈 但是隋国公抚慰了我 已经跟宇文慧起了正面冲突 若我晚上再贸然出去 被发现的话 我怕会连累他们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救人 正好隋国公也回来了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只要我们小心行事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那好吧 丑事 老地方见 好 那你自己多小心 你别着急 他肯定会来的 家罗 家罗 你来了 等很久了吗 不久 天还卫黑 我们便在此等你了 也是知道这个案情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早早在此 上一对策 我们见过天王了 天王相信我父亲吗 天王和我们都相信 领尊是被冤枉的 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只是暂时他也未想到 可行之法 我明白 我明白 以天王现在的处境 想必也是拿宇文户 无可奈何 既然天王相信我父亲 只盼 秋官府能够秉公处理 还父亲清白 秋官府大司寇 为人正直严明 他定会尽心竭力 还令尊清白的 对啊 我父亲和隋国公 也都在努力地争取 众朝臣的支持 我相信 令尊一案 必会有转机的 那些朝臣 并非不明是非 不过是鸡蛋与人护霸了 家罗 你放心 我会尽力去游说 那些与我关系交好的朝臣 毕竟我是太祖血脉 天王的亲弟弟 宇文户不会轻易动我的 你我在前面担着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朝臣 敢于站出来 支持你父亲的 可我父亲身在天牢 朝不保夕 我会派人多加防范 一策万全哪 有一件事情 我考虑了许久 还是决定跟你们说 宇文户急着要除掉 楚国公跟我父亲 不只是因为楚国公 起了杀他之心 而是宇文户 私助列前谋取暴力 更借修建寺庙 贪赃王法 被我父亲发现了 他怕罪证败露 所以急着下手 家罗 贪赃王法 私助列前 这可是大罪 你有证据吗 就是啊 家罗 若无证据 宇文户必定会反咬我们 诬陷当朝重臣 那日 杨坚陪我去天牢看父亲 但时间紧迫 父亲来不及告诉我详情 你们可以去找一个叫徐卓的人 也许他能帮助你们 对了 父亲那天跟我提起一个叫做 徐卓的人 你们可曾听过 并未听说过此 若真有此事 我们必定会追查到底的 就是啊 莫说邱官府现在还未审理 即便宇文户强行定罪 我高炯就算是劫狱 也会将你们全家救出来的 高大哥 谢谢你们 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 我不能再让你们去冒险 我告辞了 我真恨我自己 恨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帮他 已经很晚了 这样不合适吧 我可以站在外面等他吗 这样的话他一出门 第一个看到的便是我呀 好 好 夏洛 你知道吗 那日纳征之时 我心中特别忐忑 我告诉我自己 我这一生只要两次幸运就好 一次是让我遇见你 我已经做到了 还有一次 便是希望老天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一直陪着你一起走下去 我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我的真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护你周全 若我命带解析会连累于你呢 你要保护我 也要有能力承担一意孤行的后果 只因为对我父亲承诺过 就要不顾家人 不顾危险了吗 大丈夫一诺千金 并非是许诺一期 让他人觉得好听的话 而是对天对地 对自己的一种承诺 夏洛 我这辈子都会视你入珍宝 宠着你 护着你 一生不服 现在说承诺太早了 一辈子这么长 还不是时候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毕竟家人和父亲 还没有救出来 我不会让自己出事的 你的伤还没好 先保重自己吧 魏国公 今日提审 随我们走一趟吧 有劳兄弟了 有劳兄弟了 都孤姓叩见天王 魏国公大仲在告你 与楚国公串谋 策动刺杀于他 你可认罪 绝无此事 既然魏国公拒不认罪 只好传证人 来人 传证人萧左 小人萧左 叩见天王 萧左 你有何证据 证明魏国公与楚国公 谋害大仲宰 回大司寇 小人是亲耳所闻 亲眼所见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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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派胡言 小左 可还有旁人听到他们谋划此事 并无他人 既然是密谋 为何你会听见 这是因为楚国公信任小人 并未让小人回避 你胆敢捏造事实 魏国公 现在我是在询问证人 待会儿 会有让你辩解的机会 对 小左 既然楚国公对你如此信任 为何你还要告发他 小人虽是楚国公的谋事 但也知君子利于事 应辩是非 明对错 魏国公与楚国公 二人此举是大逆不道 因此小人才冒险告发 小人还有他二人 谋自大中宰的信函为证 把信撑上来 来 写得倒是细致 只不过 魏国公与楚国公他们 随时可相见 他们若想谋划此等大事 又怎会通过信函往来 落下把柄 这个 说 这个小人不知 既然由信函为证 那此信是不是楚国公所写 一验便知 大司寇 各位 今日我派人一直跟踪着萧总 发现他不仅锦衣玉石 出手阔绰 而且新晋还购办了一所宅院 试问 凭他一个小小谋事 每月仅有的月前 他如何买得起 这样大的一所宅院呢 那是小人多年的积攒啊 是吗 据我所知 前不久 你还因为欠人家的赌债 而被人上门追逃 若你这么有钱 为何不拿去还债 而楚国公一出世 你便妖缠万贯 这未免有点太过凑巧了吧 既然你说那都是你的积杂 不妨就请大司寇 派人到他府上去查一查 那些银钱 看看到底出自哪里 多谢大将军提醒 小左 你以为如何 证人怎么了 快看看 回天王 大中在 证人恐怕是杨巅峰发作了 天王 我看还是先请大夫 给小左诊治吧 至于此案只能择日再审哪 来人 在 先将小左 带下去诊治 是 阿爽你能不能坐着等啊 走来走去晃得玩眼月 三哥 我着急啊 这父亲都去了一日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好 公开审理 程序繁杂 但领尊他是忠臣 相信邱官府一定会秉公办理 还他清白的 父亲回来了 父亲 父亲 杨叔父 我父亲怎么样了 案子尚未审结 不过 今日的审讯还算顺利 朝堂之上 那萧左的供词是漏洞百出 如此看来 这个案子翻案的可能性很大 太好了 太好了 杨叔父 您为了家父辛苦奔波 请说家鲁人伴 何须多礼 来 起来起来 令尊乃国之重臣 理应为他喜庆冤屈 这次多亏鲁国公及时禁言 才令此案得以公开审理 本以为那宇文护 会对大司寇施压 但是 大司寇 依然是那般公正不遏 现在 就等大司寇验明一切 为令尊脱罪 指示可待 太好了 郎主 阿勇 阿勇 你回来了 今日生理得如何 大司寇断案严明 那萧左的证词错漏连连 相信此案 不如便能真相大白了 魏国公一家 总算能团聚了 那真是太好了 不枉费你多日辛苦 我弟弟正好遣人 从北国送来了美酒 不如今晚 我陪你庆祝一番 好 快去安排一下 对了 再吩咐下去 今夜 不许任何人前来打扰 是 奴婢明白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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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悄悄走避飞烟 要不是寂静寂寞的荒原 掌心眼神一片蓝天 两只手怎么会紧紧相牵 我真永远 在凡尘俗世与你碰一面 在雾底深渊看红尘万绝 烦恼不成终爱约 不会退却泪因初遍 三千世纪短短一年 连连不绝步步迁缺 万凭我们能护卫彼此 不得银雪思念在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